8月10日,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推特上表示,美方支持立陶宛等欧洲盟友发展与台湾关系,对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,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华大使予以谴责。 8月12日,驻美国使馆发言人,就美方涉台言论答记者问。发言人表示,立陶宛政府允许台湾当局,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,同台湾当局发展官方实质关系,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,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,严重违反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,中方作为主权国家,有权也应当做出正当合理的反应。 美方无权指手画脚,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。我们敦促美方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,恪守一个中国原则,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。 对于任何胆胆挑战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,14亿多中国人民绝不答应。台独是死路一条,任何支持台独,分裂中国的图谋也绝不会得逞。